股市連跌三天779點之後 今天反彈過百點 不過成交不足1000億 那麼這種反彈能不能夠持續 相關的話題我們立刻請教 今天晚上我們邀請到的嘉賓 令長年先生 令先生你好 你好 令先生你怎麼看 今天的這個縮量反彈 它的持續性 因為現在市場比較有關心的 就是說具體的這個市況 會不會要等到五一假期之後 才會比較明朗 那麼事實上我們看到五月份 事實上還有很多的變數存在 包括了美人储議息 還有這個美國債務上限的死線 僵致以及中美關於持續緊張等等 所以對於後世方面 你有怎麼樣的評估 現在來講都是比較是悲觀一點 因為今天只是反彈了 一百三十幾點 可以說就是一個死貿談 技術性的反彈 因為過去幾天跌得太多了 而且今天這個反彈 主要都是騰訊一支股票 然後它升了百分之四左右了 供應這個 供獻這個指數大概在五十幾點 差不多是也百分之四十左右了 其他的股份也並不是全部的上市 而且沒有新的資金流入 在外國來講還是不明朗的因素 還是很多 好像美國這個科技股 NASA大幅度下跌 也是有不明朗的因素 所以我看只剩兩天交易的 很可能會再度下跌了 是 當然談談今天的焦點個股 就是騰訊 因為騰訊的南非大股東 它最新披露最新一輪的減持 大約是79萬股騰訊的股份 不過事實上把它當好消息看待 因為從它披露的數據來看 它所持有的騰訊的持股比例 已經是百分之二十六點九九 你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點九 那麼這意味著它早前所公告的 大概要減持九千六百萬股 騰訊股份的減持計畫 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所以對於騰訊來講 您認為它會不會已經是一個 利空出現的一個表現 未來可能會迎來反彈的機會 今天來講肯定投資者認為 它已經到了第一期的目標 就是減持百分之一的股份 但是你還有大概是 差不多是百分之二十六的股份 還要估出 那麼這樣算起來 很可能要十元 才能夠把所有的股份估走 那麼對於這個騰訊來講 這個長期來講 都不是一個利好的因素 就因為長期有這麼多的股票要估出 這個股價怎麼樣的升不起來 我看這個七百塊錢的 騰訊已經看不到了 不知道會不會去到四百塊錢 所以我看最好就是騰訊大股 都把這個股票批出去 給一些基金還好 不要在市場這樣檢視 這樣檢視發了 根本這個同性的股價不可能上升的 是 不過今天我們看到的股價 是先跌然後倒升 但這只是階段性的一個反彈來看待 至於其他的大型客王股方面 我們看到今天的表現分化 譬如說昨天創這個上日新提的 京東今天反彈超過百分之二 那麼阿里巴巴因為旗下的阿里雲 宣佈史上最大規模的減價 所以拖累股價路的七連跌 那麼累計跌幅超過了一成二 幾乎回徒了宣佈一拆六之後的升幅 那麼對於這些大型的客王股來講 我們看到最近一段時間 累計相當大的一個跌幅 你覺得是不是已經到了 可以逢低吸納的程度 我看還沒有到 因為其實最重要一點 最近股價下跌了 就是由京東開始 京東宣佈就是要用110元資金 來拖展市場 就是要以本商人減價佔 那麼阿里巴巴也是像他一樣的 這個阿里雲也是要減價 如果大家都減價的話 就是你把這個利潤 就是放在第二位 佔了市場先 那麼對這個賀王股這個盈利前景 沒有好處 如果他們不能夠維持這個盈利增長 這個股價也不會升得太多 所以現在來講 雖然這個客王股已經比去年10月份 還是高了很多 但是還要跌多一點 我看橫生指數差不多要跌到18,000點 才有支持 所以橫生指數要跌到大概18,000 那後王股的部分 恐怕還有再下跌的這個空間 那另外我們要談談 剛剛提到了港交所 港交所公佈今年的一季度的一個財報 不管它的收入也好 或者它的盈利也好 都創下史上的第二高紀錄 不過我們看到 它的一季度的日均成交 還有它的忽然港同日均成交 都在萎縮 加上我們看到了 可能第二季度5月份 6月份 可能都會表現很差 所以對於它的這個盈利前景 還有它的股價來講 您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看短期來講是有支持的 因為第一季度 每一天的成交額大概是1,300億 但是今年4、5月份 這個成交額很明顯的減少 現在來講每一天大概是1,000億左右 如果是這樣 你這個IPO這個新股市場 也沒有很多人來做的話 它這個收入要減少 收入要大概 以緩比以季度來講 很可能要跌百分之10左右 所以現在來講 股價一反彈就應該估出了 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股份 不知道林先生有沒有持有 有同身的 非常謝謝林先生 今天的這個 就產生這個話題做的解讀跟分析 謝謝你